执法水平 罗干要求 各级党委政府还要真正做到 政治上关心民警 精神上鼓励民警 工作上爱护民警 生活上体恤民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 公安部部长周永康 主持了今天的会议 本来消息 2006年度 国家市科基金重大项目 招投标和评审工作 日前圆满结束 41项中标课题 着重突出了 深化和拓展 当代发展制的马克兹主义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创新型国家等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 对促进我国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 各地老年人在欢歌笑语 和人们的关爱中 度过自己的节日 唱山歌说快 推出了非洲风味的特色菜肴 奶油海鲜 烘烤牛羊肉 以及北京特色的烤鸭 都成为非洲宾客的菜单首选 这里是广西防城港市正在建设当中的 新的城市中心区 再过三个多月 当地所有的政府部门和大部分居民 都将陆续从旧城区整体迁入这里 正如它的名字 防城港这个城市原来就是个港口 城阴港建 港在城中 港口建设和城区发展形成矛盾 如今防城港实施的环岛与港战略 把原来的市区中心整体后撤10公里 让出14平方公里土地 使港口面积扩大到30多平方公里 可满足未来10年建设3亿吨大港的需要 前三季度 防城港的港口 时间今天凌晨0点20分 中国自行研制的新一代 大功率空性广播卫星新诺2号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3号以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这也是自1996年10月以来 中国航天发射连续第51次获得成功 新诺2号卫星是基于东方红 4号卫星公用平台的首颗卫星 纵约5.1吨有22个转发器 设计寿命15年 载轨服务寿命12年 卫星主要为中国内地 以及港澳台地区广播电视 数字电视 直播电视和数字宽带多媒体系统等用户服务 昨天晚上7点20分左右 新疆独山子再建原油储罐发生了爆炸 当时工人正在灌顶进行防腐作业 截至到目前已经在事故现场找到了12具尸体 初步认定还有12人受伤 事故的原因初步确定为防腐油漆当中 有机物挥发产生了闪爆 这次发生爆炸的储油罐 是为了中哈原油管道输油量逐步增加而新建的 目前爆炸事故没有影响到管道的正常运行 另外根据有关方面的确定 引起二次爆炸和严重环境污染事件的可能性不大 日前四川乐山市的一个工地发生了沙土掩埋事故 迅速赶到事故现场的一名消防人员随即系好保险绳 下井展开救援 地面人员同时进行现场清理以加快营救速度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挖掘 救援人员终于看到了被困者 救援人员一边给被困者输养 一边调来大功率挖土机加快救援速度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挖土机挖掘的过程中 整个机警突然整体塌陷 被困者面临更大的危险 救援小组决定 首先采用大功率挖土机 将大部分塌陷下去的沙土挖开 再采用人工作业进行清理 经过紧张的挖掘 被埋近五个小时的工人被成功救出 随后这名奇迹生还的工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明天是九九重阳节 28号中断数百年的千首宴 在广西桂林重新开席 一千一百九十九名健康长寿的老人相聚一堂 1997年以来 东南亚先后遭受了金融危机 恐怖主义 非典 海啸等多种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 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警告说 如果有关国家轮番让本国货币贬值 那对世界经济将是一场灾难 如果中国的人民币随之贬值 无疑会进一步激化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12月 在吉隆坡举行的